我是史东 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 暗示的收看以及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 在今天节目中我为您请到的是 现在您在画面上已经看到的两位贵宾 那就是远望杂志的市长 以及远望杂志的总编辑 社长是林金元林老师 那么总编辑是石家英石老师 我们在今天节目中想和他们两位探讨的是一个 相当重要相当严肃的一个议题 就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检讨和改善 那么我在这儿呢 把这个议题首先丢出来呢 主要是因为在4月27号 28号两天 根据远望杂志他们自己的介绍呢 说当时因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呢 有一个杂志社叫做紫情杂志社呢 他们主办了一个研讨会叫做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研讨会 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 为您请到了两位贵宾的都出席了这一次的研讨会 那么在研讨会里面两位贵宾就谈到了这个议题 那么我在这期的荣耀杂志的内容之中呢 看到这个议题之后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感兴趣 我就是我就这个请两位贵宾呢 在今天节目中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进一步的谈谈 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一些见解 所以说我也非常荣幸的两位老师呢 都能够在今天抽空 那这是百忙之中的抽空 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谈这个事情 首先呢和两位老师打算招呼 石老师 林老师 谢谢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想这样子啊 这个因为要谈这个问题 一国两制的检导和改善呢 在逻辑上我想要先请两位 问我们厘清一下 两位觉得一国两制现在有哪些问题 他们面临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当前的问题或者是可能将来会面到的问题 都都必须要先提出来 然后我们才能讨论到这个如何的改善这个问题 我想林老师从你先开始先谈起好吗 好 这个一国两制啊 其实有些人把重点看在一国这两个字 有些人呢 他看中的是两制 那这两个出发点就会天差地缘 看中一国的人是希望透过两制这种过渡性的阶段 有一天还是要迈向一致的 因为一国才是我们的重点 那为什么会实行两制呢 那是因为有一些历史背景 那么在先进阶段里面可能实行两制会比较恰当 但是有一些人就把两制视为是他的目标 他想把两制常态化 现在两制可能会演变成两国 所以这个是在看待一国两制这四个字的 出发点很大的一个不同 我们虽然看到1997年香港回归 但是我个人总觉得形式上的回归或者统一 它不算是真正的回归 不算是真正的统一 必须是香港的人他打从心底的愿意 以作为中国人为荣 对中国这个大家庭有认同 那才算是真正的回归 才算是真的统一 那这个情况也可以来讲以后的台湾 那从整个世界大局来说 我相信中国的统一已经成了定局了 台独或者港独它是成不了气候的 但是统一以后呢 整个中国是不是可以享有和平 是不是可以全力的建设 是不是还会受到外力的牵制 都不容客观看待 我们看今天统独的对峙 它其实并不是统派跟独派的斗争 应该是看追求统一的中国 跟反中的列强两边的较劲 所以这个局势就是很很复杂 统一之后像港独或者台独 它可能会继续的骚扰牵制中国的正常发展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它不算是真正的统一 那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我应该讲说它是千百年来未有的一种新挑战 我们回事历朝历代 中国常常也有一些这个分裂的局面 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分裂局面最后会归于统一 那么在以前中国统一之后 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强国会对统一的中国造成骚扰 或者对它牵制 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可以做是独强的国家 那么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一样 今天香港回归或者以后哪一天 台湾如果也跟大陆统一了 即便是这样的 列强都会联手要牵制中国 那么像港独台独就是列强的马前竹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就是这一次中国的统一 跟以往历朝历代的统一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历朝历代统一之后就太平了 就是一个一统的国家 可是我们这次的新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必须要进入进行更多的这种人心的整合的工作 然后才能让台湾人让香港人都以作为中国人为荣 那才是真正达到统一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一国两制怎么推行 那是很重要的 不然让一国两制走到最后变成是两个国家 或者让两制变成常态化 那都是很糟糕的一个局面 石老师您的看法 刚刚林老师讲的 我现在想要听得到吗 好 现在清楚多了 你现在拿着就清楚多了 谢谢 刚刚林老师讲的就是一国之下的两制 就是一国两制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一国是根本 然后一国之下实行两制 那两制下 另外一个四级原则叫做港人治港 包括澳门在澳门治澳 所以林老师讲的是一国之下的两制 我想讲的是两制之下的港人治港有什么问题 所谓的港人治港 就大陆现在对香港澳门的政策 都是所谓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但是这个港人治港 我觉得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方式 我的理解 我是认为港人治港应该是港人有效治港 不是港人民主治港 有效治港就是说 我们实行港人治港 必须要有效地解决香港居民 他的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他的公共设施 他的收入 他的社会福利等等这些问题 反而民主不民主 它只是一个程序或者是一个手段 所以民主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它只要适度就好 我们不能够把民主当成一个绝对的价值 认为越民主越好 如果是越民主越好的话 这个港人治港会变得很无效率 因为如果是相信越民主越好的任何的社会 大概最终都会走向民粹 但我们以前还没有看到 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社会或者国家或者政体 他的能够有效地解决人民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所以回过头来讲 一国两制下两制里头的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 如果我们认为是港人民主治港 迟早会走向像今天的台湾一样 看起来好像台湾的人民有很多的民主权利 可是不管政党怎么样轮替台湾的各种长期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始终得不到这个当政者 不管他是哪一个党的 得不到他们正面对待这些问题 而且负责任的提出解决的方案 如果我们认为港人治港是港人民主治港 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 认为越民主越好 将来的香港极有可能就像今天的台湾一样 就算有了整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只会越拖越严重 真正的问题不会被提到台面上来 大家都是在炒作民意 争取短期的民意支持度 甚至于只是支持 争取在投票当天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 但是对于整个香港 或者整体的人民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反而没有人真正的关切 所以我认为民主是适度就好 绝对没有越民主越好这种事情 如果看懂了这个道理的话 港人治港显然应该是港人有效治港 不能把民主这个手段或者是程序性的价值 提到跟港人治港这个原则同等程度的重要 甚至于认为如果不是民主治港 就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 如果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我觉得香港的问题应该跟台湾一样是无解 这个是另外一个目前如果我们要检讨一国两制 在香港实践了20年的成果 除了刚刚林老师讲的 一国跟两制之间要达成一个平衡 目的是一国 两制只是过渡性的手段 或者是香港能够回到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一种手段 这个层次之外 在港人治港的方面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清楚 民主不是绝对的价值 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港人有效的治港 港人治港要能够有效的解决香港具体面临的问题 不能把民主的价值绝对化 而干扰了这个有效的港人治港 这个是对一国两制的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问题 林老师在三年以前你有过一篇文章 谈到澳门和香港的不同 这篇文章的名称叫做一国两制三样情 我个人觉得那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可爱 一二三 在这篇文章之中 你提到的这个议题在这儿 可不可以加进来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做一个比较 是 刚刚那个文章是2014年我和石老师和谐的 不过我想接续刚刚石老师讲到民主的问题 我先谈谈这个民主的问题 再来讲这个文章 我要强调爱国跟民主并不冲突 民主它的发展一定要先界定我们的群体的界限 谁跟谁是一家人 这个界限如果没有界定清楚的话 就不可能有好的民主 因为我们常讲说民主叫做以属人头来代力打破人头 那么你跟谁属人头 你只会跟我群的人去属人头 你不可能跟敌人去属人头 所以民主的前提是要把我们是谁 我们这个国家 哪些人是我们的国民 要划定清楚 那么像很多港独的人 都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其实没有资格想讲民主 因为民主就是认同是一家人之后 而用民主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一家人内部的问题 那你如果不认同是这一家人 你根本就是敌人的 我们不跟你谈民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有民主之名 但是一只这个变成是民粹的原因 就是我们台湾内部这个我群 我们这一群的人到底是谁 这个界限没有搞清楚 台独人不把同派当做同胞 台独人不把对岸实在意人当同胞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民主 刚刚我师老师已经说过了 他并不是越多数的参与越好 也并不是这个万灵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英美这些国家早年 他们在这个推动民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限制投票权 很多的妇女或者是低收入户的 或者是没有受教育的是不能投票的 那么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接收西式民主的时候 必须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说就是爱国跟民主并不冲突 那么你要推动民主之前必须要先爱国 你要认定是一家人 好那么刚才始终谈到就是 我们曾经把香港的情况跟澳门做一个对照 那是很有趣的 在2014年的时候澳门回归15周年 习近平到了澳门去 可是他并没有到香港 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对照 澳门回归15周年 他既没有发生战中的运动 也没有发生太阳花运动 那他的建设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我就讲几个数据吧 回归之初澳门的失业率是6.3% 那么15年之后它降到1.7% 居民的每月平均收入的中位数 从4920澳元增加到1.5万澳门元 那么澳门的生产总值在15年当中 增加了7.2倍 这个义务教育从9年就延长到12年 那以前大家对澳门的印象 就是说它就是黑道了 就是土博业 可是现在澳门 还有很多的酒店购物 这个会展广告业金融业 所以今天澳门的成就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令令刮目相看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什么呢 澳门接受了一国 他认定自己就是中国人 他没有在搞这个澳门 我说澳门呢 他接受了一国的这个原则 所以呢 他就可以尽情的吸取这个两制的红利 那尤其特别是2009年2月25号的时候呢 澳门通过了一个法案 他叫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那从这点来说就是他们认定爱国跟爱澳门是没有冲突 所以他们不会发生这个占中的运动 不会搞出这个港独台独这样的事情 所以澳门这个情况是可以拿来跟香港做一个很明显的对照的 这个澳门跟香港我趁这个机会做个比较 两边都是中国人 两边都被殖民 回归之后 两边的反应始终不一样 其中一定有一个变数在里面 我想请问史老师或者请问林老师两位 这个变数是什么 是不是 我干脆把它再说明一点 非常明显的任何人看到香港以及台湾的情况都知道有相当程度的外力在介入这个事情 所以这事情不是那么单纯要谈起来 那么澳门难道没有外力的介入吗 这是我的问题 这一点我想我可以补充一个背景 这个刚好就是澳门跟香港最大的差异所在 我们知道在香港回归的过程里面 北京跟英国进行了非常漫长而且波折起伏的一个谈判的过程 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冲突 也有许许多多的不愉快 但是澳门的回归是很平均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澳门在1970年代 1970年代 1970年代澳门有一个革命 革命之后他新上台的政府放弃了殖民主义的政策 主动的对葡萄牙的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 对不起施老师我打断你一下 你说那个革命是在葡萄牙还是在澳门 葡萄牙 在葡萄牙 对葡萄牙 也许刚刚没讲清楚 1974年的 1925号 葡萄牙发生了一次革命 其实也可以算是政变 总之就是他的新政权放弃了殖民主义的政策 那么在1975年年底 葡萄牙就从澳门撤出他的军队 澳门的组织章程里面 明文的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 只是由葡萄牙来管理 也就是说在中国跟澳门 中国跟葡萄牙就澳门回归问题开始谈判之前 葡萄牙已经承认了这个原则澳门就是中国的 他在这一点上面不给中国添乱子 不让这个北京穿小鞋 也不让澳门 所以澳门的人心始终都是平定的 就是他们对于回归中国 他们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必然的结果 没有人三心二意 没有人在里面胡搞瞎搞 因此不止澳门在回归中国的过程里面是很平顺的 澳门在回归中国之后 澳门人也没有三心两意 也没有想到我们可能应该做别的选择 我们可能不是中国人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林老师讲 澳门在回归以后 可以充分地享受到统一或者一国的红利 但是在香港回归的整个谈判过程里面 英国是不断在制造事端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尤其是那个所谓直通车问题 就是本来北京方面是已经答应了 已经承诺了 在这个香港 中国统治香港跟英国统治香港必然不一样 因为英国统治香港的殖民统治 他不可能让香港真正的民主化 但是香港回到中国人手上之后 势必会让香港人有比较高的参与的程度 这个是已经谈好的一个承诺 或者是一个条件 但是因为中国强调是要平稳过渡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第一他那个民主化的过程 是要循序渐进的 第二是不能够有外力介入 利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给中国的统一 或者给一国两制里面 这个一国的基本原则添乱子 但在这一点上 英国始终不合作 在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之前 英国就开始在香港 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手段 比如说他们在以前从来没有香港回归的角色 中国人从来不在香港搞民主 但是当香港不得不交还给中国之后 英国突然对香港的民主化发生兴趣 这个里面都是有很耐人寻味的 别具用心的一些外力 事前就想要安排 是在回归以后介入的管道的这种考量 因为英国对香港回归中国 并没有具备足够的诚意 所以他在香港留了很多手 事后可以作乱的很多的方式 例如居英权 还有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 在完全不征得北京的同意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推动政改 搞到最后香港的立法会直通车 就只好取消 这个一方面造成了香港人在回归前夕 突然对所谓的港人民主治港 对这个民主治港的期望升高 以至于在97之后 他们对于回归之后的民主的程度 当然会失望 他们并没有想到 到底彭定康所搞的那套政改 做的目的 其实本来就是要让香港出乱子的 他们不会想到这一点 他们只想到我们已经看起来可以得到手的政治权利 现在好像又没有了 他当然会失望 然后又因为香港人很多人接受了西方的这种普世价值的观念 他也不会想到其实一个政府体制的存在 重点是要解决人民所面对的根本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 而不是只是满足人民的参与感 要满足人民的参与感 首先一句话 很简单一句话 你要满足哪些人的参与感 这个就是一个法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投票权 到底是20岁以后有投票权 还是18岁有投票权 如果18岁有投票权 为什么16岁就不能有 接着如果我们把所谓的民主就演到极端 我们就不知道那个界限要画在哪里 到这变成民主本身变成一个目的 而不是把政治搞好 让人民的生活变好 才是真正的设立政府统治人民的目的 香港人多多少少陷入了英国 用这个西方的话语权所设置的这个陷阱 所以在回归以后 香港的人心没有完全对这个一国两制的 一国的原则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心悦臣服 这就回到刚刚林老师所讲的 所以香港人他对一国 如果一直在质疑 一直迟迟不愿意真正接受的话 那于是他们也无法享受一国的红利 到了现在就已经看起来就是个僵局 这些认为香港不应该属于中国的这些人 除了让香港独立之外 他们永远不会满 这个也是刚刚林老师讲 那个属人头代替打破人头 要看那些人头是谁的人头 最近台湾流行 就是比如说 统派有人砍掉那个八天与一同向的头 那太好讲那个蒋介石的头 我先不管这两个人是好人坏人 对台湾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管 但是就有人提到一件事 在属人头的时候 显然八天与一的人头 跟蒋介石人头 我都不可能放在一起说 如果我们两个是认同对立的 那不管你给我多大的参与权 除非你让我独立 我都不会满意 现在香港就陷入这样一个困境 有一些人 他因为有利好多 还是因为他自己对西方价值的这种 附加反省的接受 总之他认为民主变成一个无上的价值之后 现在除非让他们打香港 就是不会满意 那在这样情况下 香港就是一直闹一直闹 于是香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无法透过民主选举 或者透过议会来解决 不管这个民主选举多普及 不管这个议会或者特首的选举 是这个普选还是间接选举 实际上都无法解决 那这个是台湾过去几十年 台湾的政治发展已经走进去的一个误区 就是台湾到现在居然认为 只有跟大陆一边一国 或者是走向独立 至少就是永远无回现状 才是台湾人的尊严 那这一件事情扯到尊严之后 那就麻烦了 那除非我们放弃统一的目标 除非中国放弃统一的目标 除非两岸有这样长的 永久的这个分裂分治 否则现在台湾的 不管是台独跟独台 他永远不会满意 那我们在台湾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 大到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国际空间 小到也不算小 比如说一个核能发电厂 核市场 到底要不要让它运转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透过理性讨论来解决 会统统牵扯到已经进入误区的 一个所谓的尊严的问题 那就麻烦了 我的人头不愿意跟你的人头放在一起数 那民主选举选再多次 政党轮替轮替再多次 台湾现在岛内的这种认同的冲撞 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而现在的香港的港独 就在部台湾台独 所造成的这个陷阱的复彻 这是我们对这个香港一国两制所担忧之处 其实从老中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你说英国或是美国对于香港 对台湾的这种 这种 我是不是可以说控制 就是对这种 这种言行上的控制 我觉得从老中的角度来看 应该不是意外的事情吧 对不对 我前两天还看了一篇文章 是一篇英文的文章 他在谈这个香港的事情 他说为什么美国和英国 在英国统治香港的 一百三十多年 大概将近一百四十年里面 美国从来没有说过 希望香港人有人 香港人有权利能够选举 他们自己的这个特首 为什么这个一换手之后呢 这种说法就不断 这个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原因 基本上也就是 就像石老师来讲 就是说来添乱的 他的目的并不是要香港 要台湾治 而是要香港或者台湾乱 相对而讲 石老师刚刚提到的 这个效能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基本上要的是一个 有能力有效能的政府 而不是一个光谈自由的政府 所以自由是一个手段 效能才是一个目的 这也是大家能够理解的 然后我现在把镜头往后拉一点 两位都参加过我节目中的一个系列 叫做中华民国何去何从的系列 两位都谈过 两位的感想和想法 事实上我觉得在今天如果我还要在谈这个事情的话 和大概一年以前我们谈的这个时空环境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我想就这个问题和两位老师交谈一下 请教一下 就在昨天这个一带一路的高峰会在北京举行了 那个盛况是我们老中以前无可无法想象的盛况 在这个前提之下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 所以关于一国两制的事情 有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事情 是谁说的我忘记了 但是是香港的一个官员说的 30年以后 香港就可能不是一国两制 就是一国一职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此消彼长的两岸之间 以及这个中国在国际之间 这么迅速的决体的这个客观环境 是不是影响到了两位老师 所谈到的有关于一国两制的这个好处 以及如何改变 因为如果这个客观环境大到改变到一个程度 一国两制的存在不存在 已经由不得 香港由不得 台湾完全是由北京来制进这个规则了 林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 文字幕志愿者是由于放学和啊 从前向山涵之间 起来不得